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竹子旁 首先第一竖呢 要写的稍微斜一点 不要太直 不要太直 要斜 然后这个横 抗间 这个折笔呢 倾斜角度呢 更大一些 比这边还要大 然后呢 写这一横 这个跟上边的这个横的倾斜角度是一样的 这个口呢 不要写的太大 写的相对来说要小一点 这一横呢 可以伸出来 左边长 右边短一点 然后呢 在这一个口的中间部分 写这一竖 这一竖呢 写的呢 一般来说 让它略微的有一点点的倾斜 往这边倾斜 可以写的一样粗细 有时候呢 也会为了追求变化 也会写的这个上粗下细 然后在这一竖的差不多中间 或者中间靠上一点部分 写这一点 这一点呢 写的呢 略微的靠下点 往下方点 点的不要太大 这一点呢 不要伸展的太长 然后呢 写这一竖 这一竖呢 可以写成直的啊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也可以写的呢 像我这样子略微的往这边 往右边这个倾斜 但是就是不能写成这个样子 往这边倾斜就不对了 往相反的方向倾斜就不好了 然后这块是一横 写成这一横呢 把它写的呢 首先它抗肩角度跟上面是一样的 然后呢 左边呢 要更伸长一些 然后伸的长度呢 根据字来 有时候伸的更长 有的时候伸的稍微短一点 然后呢 这一横呢 不要伸展的太长 也就是说右边呢 基本上都不要超过上面这个折笔 都在上面的折笔的左边 要不然呢 它就会跟右边的这个部件打架 这个竹子旁 整个的写完之后呢 要写的相对来说要瘦高一些 不要写的太扁宽 好的 这个就是竹子旁